长者收股息 现在是星期一 6点58分 今晚可以早点睡 因为华尔街放假 马丁努德金 纪念日 以前被人暗杀 被枪打死 在美国经常发生 但当时我记得很小 我在看电影前 有些新闻片 看到马丁努德金 演讲 很有名 我有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很有名 那天成为马丁努德金 纪念日 通常都调节到某星期一 恒生指数 28 跌28 但今天又是 M字 有红有绿 M字 W V 最近经常在美国股市 现在来到香港恒指都是这样 恒生指数 有M 但全是红色 今天是科指 恒生指数也有红有绿 恒生科技指数 全部是红色 国企指数 有红有绿 上证 有红有绿 胡指 倒转 V 现在是新常态 很多日 在美国股市 都是这样 单日 有两个转向 有途生门开给你走 银河娱乐 头条 4月起 加薪 但股价仍然是 起不了 不要紧 比亚迪 比亚迪 在德国减价全15% 这些消息对于比亚迪 股价是负面的 今天的股 有几个做得特别好 1038 长江基建 升了3.58% 升得比较突出 什么原因 不知道 有大行说他好买 大行说他好买 早就买了 等普通投资者 听别人说 就会拥入去买第二浸 但这些股 我们一直都有 我在这个频道开咪的时候 都经常说这只股 我买了很多年 这些股 十几二十元开始买起 现在这只股 今天去到45元 他在上一年 有一次派息的时候 是49元 如果计算股息 都差不多是那个位置 现在收了几期股息 他现在的收益率 因为贵了 5.64 这只股 现在买好不好呢 好不好呢 这只股 有大行唱好 跌回一点 跌回一点才买 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贵了一点 1299 1299 做得很好 1299 1299 离开上一次高位 还有一段距离 但这些股 就不知为什么 他每天都见他回购 有人在卖货 但他仍然在 62-65 在陪回 去不回70多元 在一年52周 还有一个高位 在85元以上 所以这只股 是跌得过籠 我觉得 看不到有什么负面的消息 他是靠回购 撑着这些股 但就要看看 有没有大行 唱好下他 即是保险 保险的收费 先跟一跟 看完消息都没有 只是看到他回购 每天都在回购 我看 会不会有些人买了 然后才唱好 不知道 这些股票其实是没有负面的 没有负面消息 看到现在的位置 跌了一点 看到遇到一个跌势 明显点的跌势 今天不算是很大的跌势 今天不算是很大的跌势 有红有绿都升过 跌少少可以买的 最近走势明显转好 762联通就明显做得比较好 升了3.306% 你跟回我的视频 我只是不久之前才买入 因为他跌了下来 这一次跌下来 4.89% 我在这里买的 现在就升下 又跌下去 现在又升上来 5元这些位置 我相信低位都 在这里 这些股票是有色派的 还有有分析 说他听了怎么说 中国联通 高盛说 三大中资电讯股目标价 没降跌 但股息吸引 建议买入 这样说 这是联通 移动 和电信 买入的评级 但是第二间行就说 电信股不好 大摩说 维持中资电讯行业的看法 下调7.62目标价值6元 它现在是5元 不需要太理论这些说话 现在你说什么都好 它现在是穿了5元 看了过两天 其实这些股票是可以买的 跌到4.8.4.9元 可以买的 不需要太担心这些股 因为各国家的中证监 很高调地鼓励上市公司 派息 这些中字头是自己旗下 一定要跟随 好好配合 所以这些股票 一定会有息派的 而且生意是不差的 主要是看大行研究 说它好还是不好 没有什么原因 我预期它是好些 那就可以了 这些很没有科学的 很没有科学根据 所以当手续费 一两行只当手续费 原因就是 我推测它今期的利息 大约是6至8元左右 有6元我都认为可以的 因为1919发型警 所以我保守些股票 6至8元都是不错的 应该实有息派的 我见到分析 我自己目标分析都在 我不管它以后如何 我当提前收息一注 我还有两注在这个仓 其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就交给其他两手去面对 吃也好虧也好 因为之前已经买了 一年多了 那些可以先放在那里 3月左右就有消息了 3月左右有消息 太平洋航运的先出 但是太平洋航运 跟海峰国际 今天走得不太好 但1919还可以升 匯豐跌了0.89% 那我就越来越 不相信是单官司的事 因为渣打今天也跌 渣打也跌了0.7% 它又没有官司 总之 本地业务有关的银行股 都未有什么好消息的时机 所以买了也不用怕 握住它 一定有适派的 这些股 渣打银行大家都知道 利息是偏低的 匯豐银行的利息都不错 4-5厘 现在派多次特别息超5厘 2388就接近7厘 恒生就6厘 这些本地银行股 现在变成越来越似向的收息股 但是你买了之后 就握住它 不需要害怕 又不要一次过买这么多 面对着一种有潜在下跌风险的股 就不要一次过买这么多 买点 自己又不是没有 又不是未有 自己的仓已经有了 一见到有机会 就买点 这些在下跌的股 是好股 又不会倒闭的 长期有息派的股 有多余钱 就买点 就没什么大风险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我见到一个大行报告 它说 你股息5厘 不知道是不是 它收到封 或者是交给机械人处理 不断做些数字出来 又不删除它 就拿出来刷全材感 我猜 我猜5厘息就未必 它这样说法 会不会以后 每一期业绩宣布 好像美国估计 都派一些息呢 我就不知道 它又没有说话 确实派了一次息 这些大行报告 有时候 你也不知道 它的逻辑在哪里 就是这样说出来 彈出来 有人帮它转载 今天有一个办法 做得很好 差不多是全线 拉升 公路股 路桥股 浙江户 航涌 湾区 发展 安徽宛 全部升2%以上 江苏灵户 深圳 国际 成都高速 总之这些股全部都升 有1,2,3,4,5 有5个 是升2%以上的 有6个 升1% 差不多 四川乘雨 都可以升 是做得非常好的板块来的 今年 2024年的第一个月份 路桥股 就升得相当亮丽 港灯2638 又是不理其他的 它又是暗暗的升 我相信它会挑战5元 但是羊竹已经出现了六七次 连续 根据传统的说法 出现了九只羊竹 多数有回调的机会很高 看着 但这只股现在的收益率是6.484 一只独市生意 又有专利 在香港和南丫岛 有一只电力股 现在的价位 就是可以投资的 我认为还没有反映它的价值 而6.38港灯 还可以投资的 我想它会 继续挑战5元 这个阻力 今天我在信报看到一条 很大的标题 就是 香港去年存款增加5% 证明资金流入 这些主篇 我想你要除了看有没有错字之外 还要看看逻辑是否合适才行 存款增加5% 虽然是财爷说的 证明资金流入 是证明不到的 就是说 多了人不放钱在银行 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这样 你在第二个 资产类别那些 风险高一些 比如股市 也少了钱 隐身来说 应该不少人 就将那些钱 不要搞我了 不博了 放入存款 是这样的意思 存款增加 就证明不到资金流入 这个逻辑 就是在其他报纸上也算了 是吧 这间号称 号称是财经报纸 就应该 写回评论出来 接着 陈茂波先生 就预告 2023年的GDP 是3.2% 3.2%都可以的 长期来说 20年来说 香港的GDP 是在中国的数字之下 在美国的数字之上 如果今天年度 这个关系仍然是保持的 我相信 我推测 推算 美国的GDP 全年GDP 会在2.5%至2.8% 根据大家的关联性研究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长期都是这样的 香港的GDP 数字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究竟 现在是不是百年一遇的变局之下 会不会改变了这个关系呢 我就 没有资讯 没有资料去再继续推测 但是 如果 继续回到以前的关系 就是 推测美国的GDP 不会超过3%的 如果超过3% 已经改变了所有关联性的 几个数字的关系 新鸿基地产说 沙田新城市 廣场 很多人都去过 很大 对我来说 没有脚骨力 真的 引入了70间新店 你不如不要说70间租药 转租 这个未必一定是利好的消息 最重要的是 这70间新店的租金 是增长持平 还是便宜了 主要是这样 但是这些数字 他们做公关部 就不会告诉你 所以 看到这些消息 是中性 因为你不知道店的租金 虽然人流又多了 消费又多了 这是好事来的 可以托起租价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不玩 才有这70间新店走出来 前两天还说 这个900 伊云顺泰 是到买货位 滑口美元 就被人买了5.5 三个月的高位 这只股 再说一次 现在是 照计息率是8厘 这些股 长期打横行 现在已经触及了 我推测它 今年长期的走势 是5.4 加减1毫 现在去了另一个台阶 好像想穿 所以这股 就是 业务单纯 局限在香港 只是靠一张信用卡 所以 一有跌低 很多人想买它 买它 因为它平淡 贪它平淡 没什么大喜乐 又没什么大户来搞它 慢慢租来 一年收息 一年收两次 八厘 八厘 是相当不错的 很多人关注的 941 很多人买的 941 很多现在的电台 都经常介绍 941 今天升了0.9% 0.99% 接近1% 曾经升得高些 在收市前 是升得高些 最后那分钟 又跌了多少 这些 最后一两柱 这些 762 和941 都继续上升 八号仔 继续上升 上次的高位 暂时还没得到 今天也有得升 是升了0.47% 但都是受制于上次的高位 香港电讯6823 今天又升了0.9% 这只股反而走势 近日很多只羊竹仔 跑了出来 升得太好了 太令人难以置信 红一声升上去 这些股 就是 如果你在低位买 你就觉得 它的价值是多少 它的价值 先看看 派价值 最近买 不是长期持续 是三毫 三毫 三毫 是吧 全年七毫 如果你觉得足够 就拿回一些钱 现在是三月高 好像三一六 我觉得足够了 最主要 你问我为什么 我觉得足够了 用收息来说足够了 你可以将这些钱 移出来买另一只 买联通也很好 买941也不错 看看这只股 现在的利息 按照计 是7.827 是高过941 它应该是高过941 因为去的是 是小间公司 小间的业务 应该是高息一点 但它升了很多 所以要想一下 有时升到差不多 全身易推 再寻觅机会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今晚没有美国市 明早也没有什么指标 看回欧洲股市 德国巴黎 富士都在跌 特别是 看看英国买卖的汇丰 都跌了2%以上 渣打跌了1% 有些银行股 都没有云霞 看回汇丰银行的股东 有些红有些绿 即是有些在加仓 有些在减持 其中大间的 例如 看先 如一贝莱德 绿色在减 Vanguard 即是领航先锋 就在加仓 其他之下 有些前十名股东 都有些加有些减 可能是因为赚足 因为过往一年来说 它都是升股 现在有些人在重整 新年度的业务 准备 这些数字 就是去年第三季 最新的数字 但今年的第一季 数字都未现出来 我觉得 汇丰明天都会受压些 这只股东西 如果跌下 如果有钱 便买些 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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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还很不错 我觉得 941 762 都值得关注 香港8日 暂时充不了高位 而623 好像升得太好 出乎意料 也不太好 选择 计票 941 762 等 值得关注 可以投资 今天讲到这 先到这里,美国没有消息,我看香港的股市都是上落两位数字 好像今天这样,有时红有时绿,有些图新闻开了,看能不能利用它 今天先到这里